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7日 星期日 昨天屯門就發生了 即是昨天凌晨 即是前晚 屯門凌晨2點15分 警方接獲了一個女子報案 就說她和幾個朋友在清零敬的6號傅麗大廈對開 就被30個大漢追打 部份人更加手持暗密 之後大批警員到場 但當時已經四散了 只剩下3個受傷的男子 當中其中一個人頭部重創昏迷 立即由救護車送到醫院救治 當時警方去到現場的時候 看到現場一帶圍下了血跡和凌亂的雜物 而且有幾把爛了的傘 又是傘 還有一些斷開了的傘病等等 遮病 警方封鎖現場調查 在附近周圍兜截 但是兜截不到任何人 沒辦法 警員就和那個報案的女子 了解這個事發的經過 當時就初步懷疑 其實兩批人在食屎吃宵夜 懷疑因為以前的爭執什麼 所以就越炒越激烈 結果對方就召來大批惡漢增援 簡單來說就是吹了雞 雙方就即時爆發混戰 由舖面打到舖外面 部分人更加拿起舖外面的廣告牌 鐵架 傘等等做武器 打到傘病都斷開了 場面非常混亂 初步警方就將這宗案列為襲擊制 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 由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事隔了一天 這宗案件就有多一點內情曝光 剛才說過三個男子受傷 原來其中有個只有22歲的男子 頭部重創 腦出血昏迷 目前情況仍然危殆 據了解他們三個原來是同一個被通緝的義兇 就認識的 當時就在食屎那裡喝酒吹水 期間不知為什麼就發生激烈爭執 似乎有人懷恨在心 吹雞叫了七個人來幫拖 而這一位命危的男子就姓梁 有22歲而已 很年輕 人稱阿佳是一位運輸工人 據了解 警方正在通緝一個涉案的男子 他和阿佳約約約半年 事發的時候 阿佳還有一個姓張 39歲的男子 還有一個姓趙 41歲的 原來他是食屍的男職員 和被通緝的人 他們三個人四個人 在清零敬六號庫例大廈地下的食屍 那裡喝酒吹水 期間就不知吵什麼 那個被通緝的疑犯 就忽袖而去 但原來他忽袖而去 走去吹雞 就吹了七個惡漢 那阿佳和兩個人 就被人圍毆了 剛才說的那個阿佳 自己命危那個 還有39歲的朋友 還有一個41歲的食屍職員 男職員 被人圍毆了 有人就拿起雨傘 和街上的廣告牌 就施集 當然啦 在行空之後 那班人當然是 鳥獸散 救護員來到的時候 就把阿佳送去醫院 但就證實他 是被頭部被壓脈擊中 出現了這個腦出血的情況 所以現在性命是危残的 其餘兩個人都分別 就是臉受傷 即腳受傷 一起送去醫院救治 今天有記者去到這個現場了解一下 附近的商店都如常營業 因為其實那裡很多東西吃 我都有去過的那個地方 氣氛平靜的 有一個不願意透露名的商戶就說 阿佳應該是屯門的街坊 經常都在清零境出沒的 亦都有光顧附近的食肆 今天有街坊說 見到他襲擊受傷 都希望他沒事的 因為真是街坊皆來 來不來都有來吃東西 以我所知 現場清零境是一個 都算做比較 多食的地方 是一個屯門區 一個比較 都很出名 吃宵夜 吃小店的一個 一條街 以前都很夜 以前也有名吃宵夜 現在自從疫情之後 就很少開到很夜 那些店舖 連糖水鋪都早收了 那個位置 總之 Anyway 希望空徒都早了 能夠緝拿歸雲 我講真 我真的相信我們 特區警察的辦事能力 沒有理由捉不到 這些環境 對不對 好了 這一節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